我們要換籃球了 歡迎收看籃球摸骨 我是啾啾 這集來賓我們邀請到馬公狀元 李奇敏代表助理主持 歡迎奇敏 嗨大家好 通常呢就是助理主持 就一定要能延善到 這是基本的嘛 然後還要對來賓有一定的了解 跟就是友誼的那個程度 要夠好才可以來 所以一想到奇敏呢 我就會想到就是 直籃生涯就是二出二進的 零金榜 大家好 歡迎我們這集的來賓榜哥 AKA防守大作 你們兩個為什麼可以感情這麼好呢 怎麼樣變成好朋友的 那是怎麼熟的 我其實也忘記了耶 因為但是我們是同一個大學出來 我們是同一個教練 賣財政老師 對教出來 然後我在大學的時候 老師就一直叫我要 說以前有個學長啊 金榜學長怎樣怎樣 你要跟他一樣幹嘛 但是我根本不知道這個人是誰 因為我們差的有點多 我畢業人就看起來也就是差很多 我跟榜哥差的有點多 對 因為他一直叫我姐 我們兩個差不多 我們兩個差不多 1989吧 對對對1989 對啊我們同界的啊 他比較85 好不要這樣 在同一個場合不需要 我們只要攻擊 你就坐中間集火 好 所以那個時候你其實沒有很瞭解他 那時候其實沒有很瞭解他 是直到18年進浦原的時候嗎 沒有我進S的時候 就是我們會打到馬 我們會打到對浦原然後就學長 然後原來金榜學長是 傳說中的金榜學長 然後就很緊張 很緊張 不要自己家住截 很緊張然後去跟他握手 然後說笑笑笑笑 然後他那時候也知道我 因為選秀他就會注意到 校友會就會稍微知道一下 那等你認識他之後你覺得他是一個 怎麼樣的 隊友怎麼樣的一個球員呢 其實第一印象跟他認識起來 就差不多啦 就是一個很 很穩重的一個 風趣倒是還好 對你剛剛說穩重嗎 穩重 看起來是穩重 你真的是用穩重的喔 穩重穩重 認識下去才發現 好像也不是那麼一回事 風趣 幽默 稍微稍微一點 然後很多事情都可以幫我處理這樣 哇塞 你交通大隊現在還怎麼樣 需要拔刀相助啊 兩位插刀 那打球的部分你自己覺得 以學弟的身份來評斷學長 需要一點勇氣 我就覺得他籃子需要再多練一點 加強一點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嗎 不是啊你要發自內心 再回答這個問題 這節目是真的要教育 教育啊 你要讓大家知道說 我真正能做什麼 太膚淺了 我就覺得賣房子賣得滿好 哈哈哈哈 啊這下一題了是不是 優點 優點喔 開場就有那麼用力好不好 不要那麼用力 他每次故意要守到我 他都會故意去很 也不是故意啦 他就是莫名其妙會突然很大力來一下 其實不只你 你是對誰都這樣 對誰都這樣 對他不是針對你 對誰都這樣 針對在座的各位 你不要笑笑的然後打 笑裡藏刀這句話 你沒聽過是不是 我說走在旁邊 他可能笑笑跟我講話講一講 我突然就突然 然後他可能就 一拐來我就 然後你下場之後就有錢了 他就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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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打完就跑啊 那你沒有機會就是給他 那你沒有機會就是給他 就2022年9月加盟國王 離開效力長達15年的鋪圓 很長的一段時間 到底是什麼樣的考量 其實大家都很好奇 而且那個時候也有一些就是現實動態 就是比較聽到不一樣的聲音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當時到底發生什麼事 其實球員嘛 其實很想打球 那時候其實我就是 一心就是想要再留在窗上 因為我可能是有點被虐 我喜歡被抄啊 你喜歡訓練啊 對我喜歡被罵 那我也會不習慣說我要做其他事情 因為可能需要再去重新學習 那我可能就是有點過動 進不下來就對了 那可能那時候就是 公司那邊希望我 可能直接進公司 那有可能我就是直接 也算是器重你 希望你可以就是加入可能行政團隊之類的 算行政嗎 因為公司內部的職業啦 就是跟 跟球隊比較沒有關係嘛 對或者是可能有一些 有一些銜接啦 但我那時候說真的沒有 沒有太多想要做這件事情 對因為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我 保養得很好啦 還可以打 不要說非常好 但是還行 堪用 對堪用堪用 那就是想要打球 那時候可能希望我就是直接 退啊 那我就可能覺得 跟我當初的理念想法不一樣 可能 合約上面也有一些 然後一些比較 低調的部分 對呀 彈的時候不一樣 那我就覺得 那我就很直接就很找 那時候安科或是找李董 過這件事情 那他也覺得 好如果真的這樣 那我們尊重你的決定嘛 我們就和平分手 要說分手啦 對 十五年很久耶 真的算蠻久 就是七年之養也過了 孩子也都大了那種年 就兩年養 兩次養 對兩次養 不願 其實對球員都蠻好 對啊 我當初初遇到的時候 他們也是先問我說 你有沒有下一步的想法 那你有沒有想進公司 我們可以幫你輔助到你進公司 蠻好的關鍵啊 那時候我只替譜員打了一場球 我就打了最後一場 對就是投了一個三分線之後 他們還願意就是幫我說 如果你想打 那看你有什麼想法 如果你不想打 想進公司 我們可以幫你 所以給你各種不一樣的舞台 去發揮 對 給你比較多條路 對 跟法律一樣的想法說 我好像還可以再拼看看 哦 所以在那個消息出來之前 其實你就已經知道這件事情了嗎 我知道 然後我們也是有聊過 他那時候其實是蠻差的 我跟他其實還不錯是 就像他剛剛一開始講事業 他有什麼事他會跟我講 我會有點像心靈導師 對我會跟他分享 跟或是跟他分析一下說 或許怎麼做比較好 那我的事情 我會可能也會找一些人說 聊聊 因為我也想要 因為說真的 遇到這種事情 我第一次 那我需要一些人給我一些建議 因為你待一支球隊 這麼久的時間 大家都會叫你說你錯好一個嘛 除了大嫂之外 就是對魂這件事情 沒有人想到說你會選擇 就是退下這一件就是球衣 改選別件球衣啊 因為其實我也沒有想過這件事情 真的齁 冷真我也想過 我這一生應該會葬在譜原 太嚴重了 太嚴重了 李董聽到會心慌慌的 太忠誠了 會感動 大概是這樣的模式 所以會離開我也很 說真的我很糾結 我想要照著我自己的夢想 繼續就對了 持續去做 所以可能就 你們連霸那一批好像最會 你是最後一個種是不是 對 他留在你撲 那也真的是撐蠻久的耶 對 很久 所以換鞋 換到你 就是最後一滴鞋 三四批 所以我覺得 我這樣一直在撲演 15年 我這樣看很多人來來去報告他 最後 也又離開 離開你也是蠻難過的齁 蠻難過 因為當初是奇怪的話 就是 那時候我們在聊說 要嘛我去 要嘛他來 我們合約有一次到的 我們就有互相談說 你們感情太好了 我們都要一起同隊 因為我很想 因為我其實我心中的想法是 我想要跟 那時候啦 我想要跟兩個人一起打球 嗯 一個就他 一個他 一個是小豬 哦 對因為我跟他們兩個是真的 還不錯 對那 最後有實現 可是他來的時候 因為他的 膝蓋 對結果他變成最後一場 好不容易 最後一場 我跟他一起有打到 原夢 人生清單又打勾 對對 然後他就走了 沒有想到說 會就是 這麼快 對我也沒有想到他會 就是 可能那時候兩年嘛 兩年啊 就離開了 哇 球隊考量啦 因為那時候剛好要分成 林航員跟圖員 那之後你換了一件球衣 你覺得這兩隻球隊的 整個球風給你什麼樣的 不同感受 呃 我先說現在的 嗯 比較美式 美式 非常美式 感受得到 不管是教練 對 加上其實正中 老外也比較多 那他們溝通上其實很多就是 哇 因為我們進步了嗎 嗯 進步了 26個我記得 不要鬧了 太棒了 你好歹也是研究所 對你好歹也是碩士學位 好 撇除這個齁 然後接下來 但那邊比較打法 比較的自由 就是比較開放式的自由 所以這會給 球員會比較多的空間去發揮 對 對 但 以前在普通其實會比較 嗯 怎麼講 知識化嗎 就是有一套規矩在吧 對 有一個 有一套模組的概念 但如果照那個模組打裡面 也打了五次冠軍 因為我認為是這樣 能拿 四連霸再加第五關 其實是 就是一個 大家很默契 因為其實 太熟悉了 很非常熟悉 基本上 你只要真認真 一個眼神 就知道你要幹嘛 哇塞 這麼心電感應啊 因為我們那時候 其實像我們城那一批 小哥那等等 其實 我們已經打了 七八年嘛 在前面 從沒有進肌肉賽被淘汰 然後炸肌肉賽 我們就從低谷然後到高峰嗎 對就慢慢的跟股票一樣 慢慢的飆升 沒買到 肌肉股 對對對 然後那時候就是一直磨 那其實輸球大家也就是 可能就摸摸鼻子 然後大家可能就會 就吸取就是一些輸球的養分 然後一直到 打了五次冠軍 對 我覺得這就是 畢竟大家 在一起打位就是那個冠軍 對啊 但是後來 又看了一個一個走的 就是蠻不捨的 你真的是重感情的人 其實我真的蠻希望 大家可以一起 甚至不只在 就是 難道直接也是可以一起打球 我覺得可能在P或在T啊 不管在哪裡都是可以同一隊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 真的難度 難啊 難啊 這就是職業的現實啊 沒錯 那我想問一下 秦敏 因為你知道磅哥現在就是 38歲了嘛 你覺得依他這樣的狀況呢 可以打到幾歲 好好說 好好說 我覺得在台灣打球 其實 沒什麼上限嗎 實力很重要 但是我覺得運氣是更重要的 因為你有實力 你要上場時間很多 像傑哥這樣我覺得 其實也蠻幸運的 因為不太會有什麼太大的傷害 因為你要上場時間那麼多 然後碰撞到那麼強 然後你要沒有這麼大的傷的時候 我覺得 對我來說啦 因為我經歷這麼多事 所以我覺得 運氣也是蠻重要的一部分 那像傑哥他是沒有什麼大的傷 而且他碰撞這樣 我覺得他打到四歲 你自己先敲第百三下 他其實很少看到他受傷 基本上兩個人碰撞 倒下來一定一定不是他 而且他是 大家人稱的大鎖 基本上那個 肢體就是衝撞的那個綠度啊 應該很夠啊 而且他不太累的 沒在看他在喘 他的體能很好 到現在還是一樣 要這樣 突然發五百塊你知道嗎 真的啊 我以前跟他就是要做體能幹嘛的 我覺得他可能是學長 可能我可以稍微多做一點 但是他的體能其實跟年輕人其實差不太多 所以大家會特別是他領袖 因為他什麼 完全沒有消退的狀態 他什麼事情都會心理行為 然後體能什麼 然後跑 課表 他都會先第一個吃完 然後再去要求學弟 所以學弟也不敢按扣 就覺得這個 算是挺好的學長呢 想偷懶也沒辦法 也沒得偷懶 他又拖著我跟他一組 那我每天我就是累的跟狗一樣 然後他就是 欸 再一下算好學長嗎 算是蠻好的學長啦 如果是在當下可能會覺得說 如果是學長有病 對 對 就像他剛剛自己講 他覺得他很像 他有背那個狂吧 他喜歡背操 然後也喜歡操人這樣 可能吧 聽起來超怪的 因為我覺得這樣 他媽媽尺度不錯 沒有 就以身作則啦 對以身作則我們講 以身作則 以身作則 我們用這個詞就好了 那你覺得自己目前就是在 國王這個隊上 你自己擔任什麼樣的角色 你會自己就是怎麼樣定位 因為我今年是隊長嘛 嗯 那 很重要喔 其實也還好啦 習慣了 習慣了嗎 也不是說習慣 因為其實球隊發生的人其實很多 那我角色可能是 大多會處於在跟教練 總教練去做溝通 所以說英文沒那麼好 我剛剛正想問這題 對我會拉一個翻譯 怎麼溝通請問 就是拉翻譯然後 幫我翻譯一下 我想講這件事 對對對 你們隊長是指派還是選的 算是有討論 所以不是 有詢問嗎 不是公民投票那一種 所以說投票可能到最後可能 大家都會是 就沒有一個主要人選出來 沒關係 反正就是選 就是前三資深的 都有 會問每個球員 去做溝通說 那誰當 心目中所想的隊長是 對對對 之類 不管是Amigo 或者是哥哥 或者是Jo 可能其實他們在場上溝通 會蠻多的 那我可能 也會啦 偶爾 比較多會是 會去跟教練說 他們可能覺得 我會了解一下 今天如果練球是 大家會不會很累 等於你是那種 溝通的那個橋樑就對了 對 我覺得隊長是這樣 一個橋樑 或者是偶爾 把他擠了一下 精神喊話一下 對 心靈導師啊 所以你很喜歡 做這個角色嗎 還好 你應該蠻慣了吧 對啊 應該在每一個 那個什麼年齡 然後每個隊長 都應該都是隊長 差不多這樣子啊 差不多 目前為止 因為畢竟年紀百樂 年字百樂 那是 那是 還有長相可不可以 括號一個 隊長還好看長相 門面 門面 上場頒獎啊 什麼東西 對耶 我們歡迎 然後就會這樣 這麼想起來好像是這個樣子 是不是 好像是這樣 我也當過幾個隊長 反正你們兩個不要互相 但我覺得我必須說 如果說要用大器完成這件事情 來形容你的話 你覺得是算貼切的嗎 因為 如果真的要去翻你以前 就是在學生時期 一些新聞啊 等等表現啊 好像沒有 在就是 加入職業生涯之後 來得那麼頻繁的被報到 你自己會這樣想嗎 而且在第一年就新人王 不要臉的說這句話 可以用大器完成來形容 我覺得可以 因為我國中沒有太多接觸正規訓練 而且我是國三的時候 因為可能比較高 我那時候大概188 國三嗎 對到現在沒長什麼可惜了 我懂 對 然後那時候進去 其實沒有太多正規的訓練 那後面去新隆 那就是天本玉教練的 摩 不是沒有說 愛手 愛的小手 愛的小手 要把正新話講出來 但我覺得那一段其實 讓我體驗到真的 正規訓練嗎 是一件非常不是人做的事情 那你還繼續打籃球 我覺得就是 竟然都選了這條路 那就撐下去了 差一點你就遇不到齊敏了耶 對 對因為其實那時候跟我一起去 還有其他球員去 其實他們就覺得 就離開了 可能距離 可能真的太沒有 10個有幾個離開了 10個可能 10個可能 9個 只剩下你了 新隆其實我也沒有打得很多 基本上很零 那都是我的同學們 就在打 好 只是他們現在都是退役 大忌完成認證 對那上個太體其實 那時候也是邁山恩老師 覺得這好像不錯 我們可以練 我們這路好像 對 對啊 這樣好像 我其實沒有聽過你大學以前的事情 因為我其實我進去 我也沒打到 因為其實 像學生比較重 因為他真的沒有什麼表現 對 那說真的我會打到是我 大學畢業 其實說真的那四年我還好 我真的你要上去查 查不到什麼 你算是天使利益人和 因為很多人就是在 HBO的時期 就已經發光發熱 對 老生到UBA 甚至他會打的 基本上 就是主力 他就是主力 他就是要進職業隊這樣 會不會那時候的那個媒體 沒有那麼厲害 其實不會 我覺得那時候不錯 你看那時候其實 新隆隊 前面有勇仁啊 有蘇伊捷啊 他們其實基本上 他們官網太大了吧 雷哥他們其實那時候 三明五虎 那時候其實 對啊 媒體量是高的 是高的啊 但是我們就是比較 比較鄉下的學校 那上台提基本上 我上的時間 說真的 可能不到五分鐘 十分鐘吧 我認真 認真的到樸圓 許教練 許教練 接之後 但是接一開始進去 也還好 但你就是慢慢的上來 剛好有個機會點 等於許教練 就會拿到你的實用說明書 我覺得是 他真的很會用人耶 他真的 我認真講 我沒給他帶過 但是我蠻想給他帶 但我認真講真的 以照 我自己個人的想法來說 他真的是一個 很懂得這麼用人 可能每個人 對一個教練的 理解度不一樣 什麼時間他知道 該放什麼人上 然後都會有 不錯的效果 但就是有時候 比如說C5 你會覺得他就這樣 但放上去 哇 效果出無意料 他就說怎麼可能會放這個人 但你就覺得 在他意料之內 對 他就覺得 沒錯啊 他算是精算式的概念 這時間上是棒的 請問你自己 跟榜哥對決 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場球 你還有印象嗎 隊友當不成 只能當對手 這是給 如果可以給榜哥守到 那是一種 算蠻不錯的一種 你到底是 沒有沒有 給他守到是因為 他都是負責要守 最難守得分力最強 算是一種讚美 對 給他守到會覺得 哇 我居然可以到榜哥守到我這樣 好榮幸喔 但是那時候我還沒有這機會 通常 因為那時候 我隊友是劉真嘛 對啊 通常都是劉真我去對到 對我那時候比較多 對 對到台北的話 有啦我還是多少時候 因為想休息的時候 對 他 我看到他的時候 我是真的會慌的 你會慌 對因為他那個 他很認真 然後那種壓迫感 真的是趕快把球送走吧 不要過來這樣子 因為你拿到球幾乎都是會失誤的 我很享受這個時刻 就是你 當你對到一個人 他在持球 他另外看到 他是跟你對到眼的時候 他就把球 啪 他是對你一種認可 會怕喔 認可就對了 我們等一下可以去公園 你可以讓他守看看 我們就 你就知道這個壓迫感 這個身高 他不用他站在 坐在我旁邊 因為我已經覺得有壓迫感 你知道嗎 這個身高差 但印象深刻就是 對浦原被他們翻盤嘛 是 三平一一倍 是 帥了 不過你在浦原期間 你自己印象比較深刻的 會是 就是 哪一場比賽呢 會是2016年的 關鍵放槍呢 還是2015年跟達新的衝突呢 其實我覺得這一些 可能 過就忘了 當下可能會覺得自責 有時候放槍的時候 對 但 難免嘛 但是就是被判就是 技術犯規這個不自責 也還好 我覺得也還好 對 但我覺得比較深刻 可能啊 比較多會是在冠軍上 因為其實那時刻 基本上你是 沒辦法放鬆 就是你要衰衰很警惕 因為其實基本上你露一球 對整個戰局 所以很大的改變 對啊 所以2016年你放槍的時候 就開啟道歉大會 在賽後 其實沒關係 你知道2比2 你知道多驚險嗎 對啊 那場我們是下一場 我們看到哇怎麼會這樣 然後打贏場賽 然後後面還是贏 你那個時候有想過說他會放槍嗎 但是我不認識他 但是我們大家都覺得 怎麼會這樣 就感覺很有把握 是大空男那種 對啊 對啊對啊 因為你可能想要 越謹慎 對反而越謹慎 越容易錯 發生錯誤 所以你那個時候到底在想什麼 到底要灌籃 還是要切板 那個就是想要 帥一波的時候 弄巧成拙的成語 真的是這樣 所以有時候就是 不要把事情想得太複雜 有時候簡單一點就好 嗯哼